今年第二号台风疏离记录线逐渐冬移 中央气象局持续针对北部东部以及离岛发布长浪讯息 恶劣海象加上五级的强阵风 台东地区往返离岛的客货轮已经连续两日宣布停驶 就连渔船也将近五天无法出海 渔民生计大受影响 强劲的风势卷起一波波海浪朝着岸边袭来 激起数公尺高的浪花 几乎盖过整片消波块 受到树立机台风外围环流影响 台东海域出现长浪及五级以上的强阵风 铺使船公司紧急宣布 往返蓝雨绿岛的客货轮停驶 而渔民也因为水流和风势过强 导致无法出海捕鱼 生计受到影响 浪那么大怎么不敢 这一个礼拜了吧 没有出海就是没有钱 没有饭车 之前是东北季风太强 在街上这个台风连接在一起 恐怕休息十天 东北季风才刚走 现在又碰上台风搅局 眼看渔船已经受困港区五天无法出海 渔民日子过得苦哈哈 却也只能换个想法 安慰心中的无奈 希望他进来啦 不然没水喝啦 客轮2122的部分 目前都是停驶的状态 23号的话也要看风浪情形 根据船公司规划 最快周五客轮就有机会复航 届时支流力道及台东机上的民众 就能顺利搭船往返 树立及台风持续逼近 虽然不会直扑台湾 但中央信箱局也表示 北部及东半部会出现长浪及降雨 民众还要多加留意 谢谢夏家会台东市报道